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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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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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这部机和大部分的FD机 ми 是一样 reelerma 安裝的机身其实其实都挺确实的 但就有具备雀资金属性有效的功能 当然这下 elektron观 효율 也有少少距離 但整體效果也不太差 如果作為一部Snap Solid機 這部機也不錯 當然這部機也有個缺點 例如它本身是早期的電子設計 所以現在有很多功能都很不奇怪 另一件事就是本身這部機 它沒有什麼調校的彈性 所以你當作是一部Snap Solid機就好了 你當作是專業相機用 它就略言不足 好 今集節目的影片介紹時段到此為止 下集有機會再跟大家見 拜拜